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將會不停提及一個題目 但我想一下這個題目都頗離地 就是說賣樓 為什麼說離地 因為現在中產主要是兩組人 一組就已經買了樓 你當然不會關心其他人買樓的情況 另外一組就是未買樓 你又很難買樓 除非你是最最最最最最中產的中產 這一集就由我自己的經歷開始講起 話說我在來做節目之前 剛剛順道經過律師樓 直直就熟了自己這幾層樓 也很不早產 熟了一層樓 這集你不說熟樓 因為熟樓沒有什麼好說 或者留下一次說 熟樓 我都不是拿著一大疊 那我不是很多 我這裡這麼大疊 不是舊樓 我那裡這麼大疊 我那裡這麼大疊 遲友可以說熟樓的事情 我熟了一層樓 我自己覺得就是變成一個正資產人士 不是的 但我講熟樓是一個非常麻煩 你以為只是你負責那些東西 不見了一張麻煩 其實不止 因為那些律師那些銀行 那些從頭看過 那些律師千叮萬燭 我請你找個保隱箱鎖住 我打算隨便放在家裡 我說不行 你放在家裡也可能會火粥 火粥燒了一張 我告訴你 我幫那些客人做 做到吐血 不過呢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熟樓我們稍後再講 我最主要講就是 現在政府經常都講 樓市有一個下行警報 明年最快就會開始出現 有這些負資產 我告訴大家 跟當年這個沙士時期相比 香港的業主的實力 已經金飛息比 我現在已經晉身了 成為政府所公佈 所謂有五成多的已經供掉樓的業主 供掉樓的意思是為什麼 我告訴你樓市怎麼跌 不會跟我有關係 而再進一步說什麼 就是有很多人說 喂 如果樓市下跌 就會有恐慌性拋售 於是我們就引伸去另一宗新聞 就是阿婆買樓 以前我們經常都說 什麼阿婆買鏡 阿婆菜泡 阿婆菜泡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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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 就是阿婆買樓 阿婆買樓事件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 是老蜜 在觀塘海匯有一個新本 就18000元一呎 這個阿婆就98歲 買了一間千五萬的三房單位 其實樓市有很多以我傳我 的新聞就這樣傳 我們剛才跟同事說 我們聽說有個阿婆好像買了三層樓 其實不是三層樓 而是三房單位 但是為什麼這些樓市的新聞 會越傳越什麼 就是因為離地 因為根本對我們一般香港人來說 阿婆買三層樓 和阿婆買一間三房單位 是沒有什麼分別 是很大分別 是 但是除非你關心樓市 不是很大分別 因為阿婆買三層樓 是說不通的 是 阿婆買一層樓 是說不通的 所以我們先拆局 就去看看這個阿婆 為什麼會買樓 要先9月8歲才買樓 因為很簡單 因為她是手字型 手字交交 即是不用交生稅 幾個百分之 即是交正常稅 不用交第二套樓的佛稅 但是遺產給子女 是不用另外交稅 所以照她一關話 就給子女 那你是不是暗示 她的子女 其實等她98歲才買 96歲還沒買 98歲就差不多 那雖然有 新樓樓盤是否應該去老人院 你老人院要有子女 要有錢才行 所以你會覺得 以前我們經常說 複幹盤就是找子女做人頭 今次就是反過來 找個阿婆做人頭 所以阿婆買樓就是人頭買樓 阿婆買樓高一點 阿婆阿婆阿婆買樓高一點 我都想找我媽媽去買樓 但是沒那麼多錢 如果不是全部親人買了 全部寫給自己 我先講回這宗新聞 第一件事我們要留意 這個阿婆買樓其實牽涉了 她有雙重的優勢 第一就是首置的優惠 第二就是遺產稅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講 有很多香港人 早上新聞才講過 現在樓價跌了 立即多了所謂拆名盤 拆名盤的意思就是 夫婦之間 例如聯名的層樓 就拆開名字 或者老公有一層樓 老公就轉讓層樓給他老婆 兇了出來 等幾年就可以了 等幾年就可以了 等幾年 那你先轉定 現在是開始做這樣 所以牽涉到一個公平的問題 喂大佬啊 現在有這麼多人 這麼有錢 他竟然又可以有首置 又可以有遺產稅 那是首置 就是第一 不停的首置 所以不算首置 但是 即是這樣 那你的窮人都有公屋 或者什麼 其實 喂你這樣講 實在太過為有錢人說話了 窮人就當然有福利爭典 有錢人都要爭典 我講一件事 現在他那個稅 是extra 是 penalty 而不是一個優惠 其實 因為他從來都是這樣 沒有減過的 印花稅沒有減過 他怎麼加了第二套房的 penalty 那個從來不會說 你第一個我給你一個 discount 我給你一個 discount 為什麼他不受到 penalty 其實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因為 之前有很多公司賣樓的 他這個公司已經 全部放進去了 那你應該懲罰一些公司買樓 他就不會有幾疊樓手指 那你第一套房子 每個人我們買一間房子 不是公司的那些嗎 你說不像陳劍貞的那些判討 我其實不介意的 其實我不介意的 因為你沒有用公司買樓 不是 我有用公司買樓 不是 我有用公司買樓 不是 我有用公司買樓 你用公司買樓 我用公司買樓 你現在那個人公不公道 我直接想買樓 我直接想買樓 你竟然這麼客觀的 你記得利益主義者 你都支持公司買樓 你記住了一件事 我講 我討論這個問題 又指著我做第一天寫評論 我就是最客觀的 我從來都是出賣自己階級的 你看我最大的問題 我現在跟你講 有什麼所謂 又不是會立即實行 那些人是傻的 這個就是當年的時候 我看到毛孟靜和王毅在那邊 那些蠢 東南那些 那些人就無端端在那裡說 一講到減立法會議員人工 就瘋了 不立法會議員人工 不減得我 黃毅敏就不同 我贊成減立法會議員 你真的減到我嗎 黃毅敏那些人真是高 你們各個反對減了人工 我贊成 卻不得我一個減的 我就是特立國獨行 我現在就是要講這些 那些公民黨 民主黨 我是支持退稅 退差響 但是反對派錢 其實你可以支持派錢 反正都不會真的派錢 沒錯 蜜肉絲是蠢 整個媽媽是蠢 我是我公司買樓 有什麼所謂 反正有另外一些人 會捍衛我的權益 我去踩回頭 都是無所謂 我的力量又不夠 那些人厲害 我還可以拿回頭 我沒有所謂 其實你做什麼都是這樣 譬如金賴庭 是南主黨的 金賴庭不是共和黨的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什麼 就是要出賣自己的家 不過 拉回來這次 這個阿婆買樓事件說 其實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覺得 有人去利用手智 或者是用這個遺產的方式 其實是他每個人都應有的普及 是這樣的 如果錢不是他的 那些錢是子女的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如果遺產的話 遺產是以前是遺產稅的 所以是一個遺產稅 所以會牽涉到很多問題 但是我覺得遺產稅 至少我不是太反對 加回遺產稅 有遺產稅 就是你有遺產稅 你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如果說手智的話 大家 你沒有人敢動 沒有人敢動 沒有人敢動 就是猜響 其實對於樓價最大影響 就是加猜響 現在還要免猜響 你對樓價最大影響 就是加猜響 但是沒有人敢動 因為香港有百多萬 有百多萬業主 你不敢動 你只靠增量 在增加 我買樓才懲罰 我擁有樓不懲罰 其實這個都很諷刺 一方面我們就說 現在樓市 那些人很慘 每個人都承擔一個很高的住屋成本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要減輕中產的負擔 所以我們就要減差響 你減差響的樓價定性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你究竟想怎樣 因為我們經常說 社會的資源分配 就是一邊有一邊就沒有 你獎勵了那些業主 那你就是懲罰那些房子的人 加猜響 至少要加第二套房的猜響 第一套不加 雷進猜響 對 樓價一定跌 這個是最基本的 就是加地稅加什麼 這個是最基本的 因為外國的地稅很貴 所以周時是送樓給你 他經常送的 不收錢 因為他那個地稅 中國股市的時候加地稅 就是這樣 田 色為複枝基 複枝基 今為類字頭 即是類字頭 二字是複的 根本上你敢不敢動差響 你就是不敢動差響 你不敢動差響 因為大部分中產階級都要拿著 所以結果這些事情就解決不了 大家想到一些 不是真正符合市場標準的方向 所以現在我們想著 解決樓市問題的評論員 其實那些方向都錯了 好了 但是現在又說回 為什麼我要說阿婆買多 和我自己 說回對於樓市的一個預計 當現在香港的業主這麼有實力 甚至我很有信心說 這個世界的先進城市 前列排名 樓市真的很難跌 我這樣說好不好 我講回一個 阿婆一炮過買 你先聽我說這個理論 我講一個投資理論 因為投資理論 這個地球沒有人屬得過我 如果是純從理論來說 這個地球 這是一個高層次的解釋 給你看好不好 假設 全地球 假設這個世界上 某一樣資產是完全沒有按揭的 它會不會跌 完全沒有按揭 某一樣資產是隨便 我講大陸以前的A股 就沒有 OK 那就可以解釋了這個問題 我解釋了這個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OK 我解釋那個 最高層次的理論 理論是怎樣 當一個資產 按揭越高 它就跌的幅度越快 按揭越低 它跌的幅度越慢 但是可能跌的幅度都是差不多 但是 最悲跌的幅度都是一樣 但是時間會差很遠 是時間問題 如果全部都沒有結果 你會跌下去 你一邊推 它會跌多慢 因為大家有好點跑 大家不用按揭 你只能在增量度 就是全量不動 你在增量度 但是發展商會推新盤出來 新盤便便便便便 但是你的跌會很慢 這是一個順道 股票、黄金、樓 是這個applied to所有的資產價格 如果你Leverage低 你就跌得慢 但是一樣會跌得長 時間長 但是Leverage高 就會跌得快 但是會跌得比較短 因為你快點跌完 理論上是這樣 當然如果Leverage高 你會跌得很深 會跌得比較深 就是這樣 時間長 講一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我熟悉的藝術品收藏 通常它是比較難做安揭 就是跟樓來比較 如果價格跌的時候 那些人便不拿出來賣 所以看價格 就好像不跌 這個樣子 也是一個投資理論的問題 基本上我經常都想寫投資理論 你解釋這個理論 你就知道那樣東西是怎樣推理的 就是一個Liquidity 和價格來看 Liquidity 是價格的一種 就好像物理學者 質是量的一種 兩個在某程度上可以互換 當你抽了Liquidity 之後 你抽了流通性 你就變成一個價格 你就變成一個價格 理論上會受點 理論上會受點 價格低了 如果多些人買賣的話 價格會平均上來 是高了 但是Liquidity低的時候 你的波幅會很大 這個波幅會大 這個是Liquidity 現在香港的樓就是抽了Liquidity 剛才吃飯的時候 你說的例子 是 就是多成交的樓 以及特色單位 其實我們說樓市 都是說如果在一個跌市裡面 其實還不應該去買樓呢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跌得慢 我想法就是 如果跌得很慢的程度 可能供樓還是比你租樓 德國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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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年 在之前那幾年 近期就大陸 之前大概 十年左右的時間 就是資料 因為我的資料寫得不太清楚 它是每年跌1-2% 如果每年跌1-2% 那時候很健康 每年跌少少 那又很健康 那你就可以掩蓋到 你就可以掩蓋到什麼 因為你供樓的時候 你最後都是不停在買業權 你只要跌得夠慢 那些人就可以承受 德國樓曾經試過這樣的狀況 不是每一種狀況都發生 只不過香港的人就沒有讀書 是沒有讀其他外國的經驗 也對於投資理論完全不懂 最主要都是短視 升就升 跌就跌 那說回阿婆買樓的事件 有什麼啟示呢 兩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現在的購買力 我們不能夠單純從表面的陣體 譬如我和Kelvin最簡單 我們都是等著換樓 等著換樓 那樓市跌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想著換樓的人就會入場 又在政府減辣 取消辣椒的時候 這個潛在 我們經常都會看面子 現在對於樓市長短看跌 每個人都賣了 那肯定沒有夠 隱藏購買力有很多人不知道 譬如阿婆就無緣無故拿到簽 我亦都舉了例子 所有人不看例子 大概在香港初初跌的時候 2000年 第一年一年頭 即是時候 當樓價開始跌跌到兩成的時候 購買力就會飆出來 然後如果你樓價供應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快速延速延燒購買力 但是那個延燒購買力的時間 當年就是香港延燒年齡之類 你要將購買力延燒曬消再再跌 所以香港還有 第一就是購買力 第二還有辣椒 所以香港短期間一貨水 水閘太多 是不會 你辣椒會減辣的 所以香港是不會有太多的 斷崖式的 斷崖式的下跌 因為會有很多的buffer 如果你說斷崖式的下跌 第二當然就是遺產稅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阿婆購買樓 你作為一個經濟學者 你怎樣看遺產稅 香港是否應該要整個遺產稅才公平些 很多人有社會有這個討論 因為我們前幾天說過 Piccati的一本書 是呀 資產累積有法國收入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世代 有錢的爸爸 那叫做Pasol 這個是值得討論的 是 現在很多人在之前 很多人贊息遺產稅 因為遺產稅 那個是一個很資源的浪費 就是大家 所以大家都很多人很反對遺產稅 而且當你沒有了遺產稅之後 沒有了遺產稅之後 會有很多錢進來 大家的錢會不走 所以這個永遠都會發生在經濟 在一個公平 問題是 現在這個世界上不只有你一個國家 於是你一定要帶別人買 你越有競爭力 那事情就越不公平 就是你很不公平的 但是那些富豪是無國界的 那些錢又不走來走去 總而言之 就是看得最黑薄的那些政府的政策 那些有錢都去了 然後帶著水在船高 但是你選擇什麼呢 如果你進行共產主義的話 我覺得共產主義都很安全 不過那些錢都走了 問題就是 大家不能夠接受 就是香港人到現在的水平都很低 他不能夠接受這個世界上 我要受了這個事情 你要接受那個缺點 大家都不停拿這些缺點出來 出來聽說 你要接受那個缺點 你不是說 你希望有一個policy 那一個policy 完全沒有缺點 是不行的 好 但是其實有關遺產稅 我們還有其他的時間再講 今天超殺姐 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好 下次見 好 下次見